条题目就是这样的 John回学校和由学校回家 他的步速分别是xkmh和x加1kmh 那家学校距离John家是2公里 在两段路程他总共用了54分钟找回x 首先我们先用这条公式 就是这个time distance和speed之间的关系 时间就等于距离除速度 我们就要拿着这条公式去设计 他第一程路就是走回学校 就是距离除速度 2 over x 就是由家里走回学校的需要时间 加上由学校走回家里的时间 两者加起来就是54分钟 2 over x 加起来就是由学校走回家里的时间 他说两段路程总共需要54分钟 所以就把54除60 变成这么多的hour 这条就是我们要的equation 接着要做的就是化简 那怎么做呢 首先就是 就是 这里2 over x 加2 over x 加2 我们就分子和分母都做了矿分 如何矿分呢 我们拿回分母的lcm 就是这样x乘x加1 这里如果x乘x加1 分子都要乘x加1 到第二够了 本身有个x加1 本身有个x加1 你现在乘多了x 给他 分子的2都要乘x 接着右边 54除60 就是9 over 10 然后我们就是把 他们的分母 写在一起 用来长一点的分数 变成2x加2 再加2x 就会等于9 over 10 接着 分母x乘x加1 分子变成4x加2 旁边就是9 over 10 这里你就困实整个分子了 我们用couch双成的技术 分子不动 分母打对角感射 所以就是10乘4x加2 等于9x x加1 OK 好了 接着下一步 我们就会拆固好了 40x加20 等于9x2 再加9x 把所有车都搬到 右边 左边有0 9x2 减31x 减20 等于0 就写了 这里A就是9 B就是-31 C就是-20 如果我们按摩 如果按摩 可以按摩 4和-5 over 9 如果按摩 4和-5 over 9 也就是x就是4 或者x就是-5 over 9 这个就很明显 reject 因为 速度不会负数 但是要写之前的两部出来 要写x-4等于0 这里就要小心一点 x是-5 over 9 9分母 递回来乘乘 变成 9x 然后分子的-5 搬到左边 为了加5 等于0 是这样的 所以x-4 乘9 x加5 等于0 要这样写 这样就介绍x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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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